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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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听这声 转转诺诺还带着无限欢心 就好比是私价心切的老姑娘 终于将爹娘以前死活瞧不上眼的小女婿顺顺当当领进了家门 下一刻就要喜极而泣 呜呜 这不是她的嘴 后腰被姑姑推了一把 她不得不迈开腿 哆哆嗦嗦地往前走 两边都是人 就这一条道 姑姑还在身后 呜呜 她该怎么办 那道冷电室的目光 一直盯着自己 目光的主人面无表情 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凤九想低下头 但是她的脖子不让 凤九想哭 但是她的眼睛不让 凤九想停下来 对着那个一直看着她的人说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但是 她的姑姑肯定不让 呜呜 爹 你快把我抓回去吊起来打 在这般混乱的情形下 祈求着赶紧被抓回 青秋吊起来打的白凤九 居然还能奋出一丝心神 心口酸酸地发现 帝君她 怎么瘦了 眼见她的得意弟子小时期 步步紧逼地将他们昆仑须的 新媳妇压进大殿 心地善良的墨渊上神回过头 瞧了瞧还将在原地一动不动 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东华 子俯邵阳君 宅心人厚地觉着 毕竟是几十万年的交情 自己应该去单房 给她拿点药 不过 顺着东华的目光看过去 墨渊心中咯噔一声 子兰 愣在那里做什么 还不快进来 子兰是个好孩子 只是不知道这一次 又怎么惹到了小时期 眼见今日这场大戏的主角 或许不日即将成为 新郎官的小师弟 一副痴痴傻傻不成器的样子 师傅在店门口等她 她却在这发呆 昆仑须大师兄蝶风叹了口气 一个眼神 大师兄在左 二师兄在右 直接把主角架进了店里 青秋人彩白凤九一直觉得 提亲是门技术活 如果提亲之人是个女子 那就是一门有难度的技术活 虽说是技术活 但也基本上只分成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两心相悦狼情惬意 奈何男的是个腼腆羞涩的主 又或者是个呆头呆脑的货 迟迟不支个生 要知道女人家着急起来 那是一刻也等不得的 提亲的路数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温柔婉转 将主动权交给对方 你娶了我吧 第二种是奔放豪迈 直接表达自己的心思 我想嫁给你 在民风旷达的青秋 该现象屡见不鲜 比如说 她白凤九的姑姑 四海八荒的第一美人 白浅 姑姑第一次嫁给姑父时 说的是那你就以身相许吧 姑姑第二次嫁给姑父时 说的是我想 时时刻刻与你在一处 措辞文雅了点 意思都是一个意思 但是 凤九必须郑重说明 虽说都是她姑姑提的亲 但是她的姑父 绝对不是腼腆羞涩的主 更不是呆头呆脑的货 这是个性命攸关的事情 必须讲清楚 第二种情况 姑娘家倾心思慕 不可自拔 只想着放手一搏 或许真能成了夫妻提亲的结局 也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喜出望外 第二种 算了 她不想说 其实千算万算 凤九也没有想到 这世上还有第三种女子提亲的情况 是我提的亲不假 但众议你的可不是我 如此诡异的情况 真的就发生了 还偏巧就让她给碰上了 凤九觉得 她的阅历 正在突飞猛进的提高 尝了阅历固然是件好事 但是姑姑从小就教育她 要做一只正直善良的狐狸 凤九觉得 不应该把自己的阅历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比方说 眼前这一幕 子澜上先是个忠厚人 一定要把事情彻底弄明白 再发表意见 刚刚她一直不说话 属实是因为始终没听明白 自己是来向她提亲的 现在她终于听明白了 她发表的意见是 激烈的反抗 凤九 你这是发的什么疯 子澜上先一脸的不可置信 小时期 你们这是要做什么 凤九思考了一下 决定推翻对子澜上先 忠厚人的评价 她瞪着眼睛发脾气的时候 挺凶的 好在胭脂眼睛大 以后吵起架来 子澜上先瞪不过她 子澜上先 我是来向你提亲的 我要把你带出昆仑虚 都不用过脑子 两声咒 自然就指挥着她 实诚地回答了 子澜上先又不说话了 不是她没听懂 是她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沉默了一小会 确实是个忠厚人的 子澜上先 不那么激动了 语重心长地问道 凤九 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脑门上有朵凤尾花的小脑袋 茫然地摇了摇 其实刚刚说完 子澜就觉得 这个问题属实够蠢 青秋白家 武荒之主 况且还有身为九重天 太子妃的小石七培在身边 她一个青秋女君 会有什么事 需要求到一个 修为失了一半的上先 那你这是在干什么 由于无法理解 眼前的这一切 虽然是个忠厚人的 子澜上先 又开始激动了 子澜上先 我是来向你提亲的 我要把你带出 昆仑虚屋子里安静了 凤九发誓 她不是故意敷衍 更不是闲着没事来消遣的 她拼死拼活地 闹了这么一场 冒着又把青秋的脸 丢光了的大不韦 甚至为了确保成功 特意用两声咒 给自己设了 不管发生什么 都要记得此行 是向子澜上先提亲 将她带出昆仑虚 绝不可犹依动摇 半途而废地禁止 哪怕当着帝君的面 她都坚定不移 不忘初心 吃了秤驼的 向子澜上先提亲 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她容易吗 她这么不容易 完全是因为 她是一只重情重义 善解人意 救命之恩舍命相报 为了朋友两肋插刀的好狐狸 她可以承受姑姑 那十六位师兄的误解 因为她是一直有担当的好狐狸 但是她怕帝君误会啊 出了元甄那件事后 好了 今天视频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 我可以在评论区的转发 这是一种亏非